2014年4月15日下午 311名來自韓國譚園高中的學生 登上了一艘停靠在仁川港的郵輪 他們將前往韓國的著名景點 濟州島 開展他們的畢業旅行 這群高中生表現異常興奮 因為這是他們很多人的第一次出海旅行 而且 畢業旅行的意義也很不一般 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 怎麼也不會想到 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一次出行 12小時後 這艘名為四月號的郵輪 就發生了情婦 這就是轟動韓國的四月號事件 而這起事件中 韓國官方的救援迟迟迟不開展 導致整船的遇難人數高達304人 而沉船的原因更是疑點重重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起事故的前因後果 和其中細思極恐的疑點 四月號原定是晚上6點半出發 但是當晚的大霧造成海面的能見度不到一公里 所以 仁川航管中心發出了低能見度警報 港口的所有船隻都暫停了航班 到了晚上8點半 航管中心收回警報 之後 四月號申請離港 而四月號是當晚唯一 離開港口的船隻 在這種天氣 航行是具有一定危險性的 但是 四月號不僅僅是一艘客輪 這次的航行也不僅僅是為了 這些高中生而設置的 它同時也是一艘貨輪 攜帶了大量的貨物 有汽車 大型集裝箱等 所以 暫停航班對海運公司來說 會有損失 這也是 四月號為什麼堅持要出港的原因 出發後不久 檀原高中的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 聚集在了郵輪三樓的大廳 輪流玩著遊戲 開心地唱歌 還在甲板上觀看了煙火秀 這對於經過了幾年緊張學習的學生們來說 是一次愉快 浪漫的旅行 這一晚的航行 一切正常 誰也想不到接下來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 學生們大多數剛起來 在早上七點半的時候 郵輪進入到了 蒙古水道 蒙古水道 是韓國沿線水流變化 最為激烈的水道之一 因為這條水道正處於 海底大陸架的兩塊高地之間 這樣海水流過 就會帶來一種瓶頸效應 讓過往的船隻 感受到突然的水流加速 容易出現事故 但是 經驗豐富的船員 可以讓船隻利用這裡的水流 加速船隻的航行 對於已經晚了兩個小時的 市月號來說 更是選擇了這麼做 這時候操控市月號航行的 不是船長 也不是大副和二副 而是一名叫做 朴涵傑的女三副 而且 她並沒有太多的航海經驗 當市月號經過 韓谷水道時 朴涵傑首先讓船隻 從自動駕駛 切換到手動駕駛 然後 讓船員把航向 從135度 調整到140度 然後很快用命令 調整到145度 以應對極速的湍流 可是 就在船隻在他的指令下 進行左轉時 整艘游輪卻突然 猛地向左傾斜 輪跡式的船員也通過 對講機說 舵輪動不了了 接著 整艘船的動力就開始消失 游輪以傾斜的姿態 停在了海面上 通過後來倖存者的描述 他們在早上8點50分的時候 聽到了一聲巨響 然後 游輪突然向左傾斜 船艙裡的東西都飛了起來 很多在餐廳吃飯的學生 被甩到角落 學生們被撞擊 受傷流血 幾乎所有人都受了傷 開始哭泣 大叫 船隻由於突然的傾斜 以及船上集裝箱的掉落 導致 視野號失去重心恢復力 也就是傾斜之後無法回正 船開始慢慢下沉 當時的船長叫李俊熙 發生事故時 他正在房間裡睡覺 然後就急匆匆來到了駕駛室 他開始試圖通過釋放左側 壓艙水的方式來回正船隻 結果發現不起作用 視野號開始以越來越大的傾斜姿態 飄在海面上 而這個時候 船隻正處於 蒙古水道的急流地帶 視野號開始以1.7節的速度 往北漂流 情況越來越緊急 船長在對附近的航管中心 發出球員信號後 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他沒有在第一時間安撫學生 和提供必要的救援 而是對船員說要馬上棄船 並且讓船員發布了一條廣播 內容是 請各位不要移動 原地待命 任意移動會造成危險 請留在原地 也因此 很多學生要么是留在了餐廳裡 要么就是待在房間裡 緊閉艙門 早上9點半 接到救援信號後的航管中心 通知了附近的海警 海警派出船隻來到 市月號附近 放出救生艇 這個時候 海水已經淹沒了第二層甲板 海警救起了甲板上等候的人員 這些第一批被救走的人員 都是市月號的船員 其中就包括船長李俊熙 而且當時李俊熙並沒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也沒有說出船上的具體情況 又過了一會海水開始倒灌 船體傾斜已達60度 很多老師開始救助學生 但大部分學生都關閉艙門 因為房間裡還在滾動播放那條 請留在原地不要出來的廣播 而且市月號發生事故的地點 並不在公海上 而是在韓國海岸線附近 離最近的島嶼僅僅只有幾百米 按道理來說 救援的船隻很快就能夠到達 而在船長被救上岸後 他才對海警人員說明了情況 海警開始對船上的乘客組織救援 同時對韓國海軍第三艦隊求援 這個時候 如果學生們期待海警能夠救他們 就太天真了 因為海警就在附近 除了救出船長和幾名船員外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都不見他們對船內的學生實施任何救援 一名留在船上的叫做 朴智英的女船員通過廣播 讓學生們全部穿上救生衣 當幾個學生問他為什麼不下船時 他說船員要最後一個下船 而朴智英最終也沒能活下來 10點01分 船體傾斜來到了70度 海水倒灌越來越嚴重 幾名在甲板上的乘客意識到 等待救援已不可能 開始把消防水管拉開 把困在下方的學生們 一個一個拉到甲板上來 大約有40名學生被拉到第四甲板的走廊上 10點15分 船體傾斜超過90度 很多乘客開始逃離 但船艙裡的很多學生還是沒有出來 這個時候 另一名叫做朴智英的女船員 開始對船艙裡的學生大叫 讓他們趕快出來 到甲板上等待救援 但即便如此 還是只有少部分學生打開了艙門 勇敢地攀爬到了傾斜的甲板上 這些學生是少部分被救出來的人員 而且把他們救出來了 也不是韓國海警隊 而是附近趕來的漁船 10點17分 船體傾斜超過100度 海水沒過大部分艙事 這個時候學生們才發現 他們就算是想出來也不可能了 閒窗上已經出現了海水 即使他們想打開艙門 海水壓力也不允許他們打開 房間裡開始哭聲音一片 在岸上的父母們心急如焚 他們一方面不知道救援情況 另一方面卻收到自己孩子發來的遺書 一開始的短信還是 爸爸不用擔心 我們都穿上了救生衣 過了一會兒 學生們就知道自己沒法被救出來了 紛紛給父母留下遺書 10點21分 11號在事故發生後不到兩個小時 完全翻面了 整個船底朝上 很難再有乘客能自行逃離 而從事故發生的8點30分 到完全傾斧的10點21分 這之間近兩個小時 在11號幾百米的岸邊 海警隊到底在幹什麼呢 在後來的調查中 發現船上第一個發出求救信號的是一名高中生 他在8點52分 也就是事故的兩分鐘後 就用手機撥打了韓國的災難號碼 並接通到了全羅南道消防局 他對消防局的人員說 他所在的船隻發生了事故 船上有幾百名同學 消防局立刻把這個電話 轉接到韓國海洋警察廳 海警起初以為這個學生是船員 要他提供船隻的經緯度 之後才發現他只是一個學生 於是立刻出動了一艘巡邏艇 之後他們才接到船員的求救信號 這艘巡邏艇在到達市月號附近後 救出了包括船長在內的8名船員 然後海警的一架直升機到達市月號上方 救起了甲板上的幾名乘客 韓國海軍也得知了事故 派遣了號稱 韓國最專業的海難救援隊到達現場 但是他們卻沒有攜帶潛水裝備 連水費都沒有帶 因為他們不知道船隻已經傾伏到了這個樣子 直到下午2點40分 海軍才又派遣了40名潛水員 但是這些潛水員在水下作業沒多久 就以水流過於湍急而停止了救援 與此同時 韓國官方對應事故的部門多達十幾個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具備領導能力 也沒有事故最高指揮人 所有的部門都沒有正確掌握到現場的信息 所以救援一開始就是混亂的 救援行動遲緩和一個人有很大的關係 這就是當時的韓國總統朴錦慧 朴錦慧在早上10點才得知了4月號的事故 而這個時候 事故已經發生了一個多小時 原因是 朴錦慧當時要求所有對他進行的匯報 不得採用電話和口頭告知的行為 全部要採用傳真的書面形式 這樣一去一來 文件到他手上已經是10點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 朴錦慧在接到文件後 並沒有立刻安排救援 也沒有指定救援負責人 而是消失了7個小時之久 到了早上11點 也就是船隻完全傾腹之後 國防部突然向韓國總統府報告說 人員全部救出 沒有人員傷亡 這時 一直等待的媒體開始對外宣布 10月號上的學生們都獲救了 但是家長們卻很憤怒 因為他們知道 自己的孩子根本沒有被救出來 這則錯誤的資訊 足足播報了50分鐘 是嚴重的誤報事件 一度讓民間侵判了事故的嚴重性 很多民船開始撤離現場 在下午的5點15分 總統朴錦慧在消失7個小時之後 首次露面 他在抵達首爾安全大樓後 第一句話就是 我聽說學生們都穿上救生衣了 有那麼難救嗎 朴錦慧在事件發生後的種種行為 被家長們認為是極度冷血 他的支持率也大跌了 到了第三天 船內的300多名乘客 已無任何生還希望 民間的潛水員 這個時候才被允許來到4月號 在水下通過閒窗 看到了船內到處漂浮的屍體 家長們這個時候才得知 政府在事故發生後的三天裡 什麼都沒做 憤怒到了極點 最後 韓國官方停止了救援 宣布了事故結果 包括250名學生在內的304人遇難 死亡比例高達63.8% 而著名的泰坦尼克號事件 在冰冷的公海 在毫無外界救援的情況下 死亡比例也只是68% 而被獲救了172人中 有一名是譚元高中的副校長 三天以後 有人發現他在學校附近的山坡 上吊自殺 警方在他的錢包中發現一封遺書 上面寫著 200多人生死不明 我沒有信心一個人活下去 所有的責任都在於我 是我籌劃了這次畢業旅行 請把我的骨灰撒在事發海域 讓我和那些屍骨無存的學生們在一起 在陰間繼續做他們的老師 事故過後 韓國檢方開始追認責任 把包括船長船員海運公司和海運管理機構 在內的399人列為了調查對象 最終有53人罪名成立 而這其中反響最大的就是第一時間 騎船逃跑的船長李俊錫 經過調查李俊錫是被 具備了幾百年來海上航行的一條 不成文的規則 在遭遇海難時 船長必須是最後一個離開船的人 這樣的說法也是基於一種 職業道德共識 船長作為負有特定責任的人 有必要在海難時 誤盡最大努力 保證乘客的安全 最後 韓國檢方指控船長李俊錫 違反了海難救助法 玩乎職守 知情不報 一氣致死 等多項罪名 最後對他判處了 無期徒刑 其他船員被判處了 1年到12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 不僅如此 市月號這艘郵輪 也存在嚴重的問題 市月號屬於 韓國青海鎮海運公司 社長叫俞錫燕 他對這起事故 負有很大的責任 他在2012年的時候 購買了一艘 建於1994年的日本貨船 然後對其進行了 4個月的改造 從圖中可以看出 左邊是日本貨船 原先的樣子 右邊是改造後的市月號 可以發現 船體後補 比原先高了很多 這是因為 海運公司老闆俞錫燕 為了能夠裝載貨物 將原本底部的客舱 改造為貨舱 然後在貨舱上部 又加裝了4層客舱 而改造的貨舱 按規定是要做舱壁加強的 然而他為了省錢 並沒有這樣做 這樣的大規模改造 也是需要相關機構驗收才能通過的 而韓國船機社 對市月號進行的兩次驗收 都順利通過 後續專業人士指出 這樣的改造 是不可能被通過的 這說明 海運公司和相關機構 有大量的利益勾結 市月號按照噸位 只能裝載最多987噸貨物 而事發當天 卻裝載了2142噸貨物 瘋狂超載了1155噸貨物 而為了能裝這麼多貨物 市月號將船上的壓艙水 排掉了1000多噸 要知道 壓艙水是為了保持船舶平衡 而專門注入的水 而將壓艙水換成貨物 貨物卻無法像壓艙水一樣 平均分配了整個船體 這樣 就導致船體在行駛過程中 容易發生事故 而由於壓艙水的減少 船長李俊熙在第一時間想通過釋放左側壓艙水 來平衡船隻時 發現無技可施 而這樣的行為 就是海運公司急功近利 追求短期效應導致了 就是因為這樣的操作 一開始就是嚴重違規了 所以 之前市月號的船長 深尚秋多次上報船體的穩定性不佳 並向公司投訴 船體過度改造 但多次上報並無用處 最後 他向報社舉報 公司知道後將其停止 這才有了李俊熙的臨時上任 更誇張的是 社長余秉諺的個人愛好是攝影 但卻是普通人的水平 他為了自我欣賞 在市月號尾部建造了一個私人畫廊 用來展示他的攝影作品 而這個畫廊使用了37吨的大理石 來打造他的華麗風格 船尾突然增加了重量 讓郵輪在行駛過程中危險性極大 韓國官方對這起事故給出的解釋是 市月號是由於轉向誤差 和改造船體造成的恢復力減小 而產生的事故 所以逮捕了船長和船員 而改造船體則指向了海運公司的老闆 余秉諺 韓國警方對其發出了逮捕通知 而早知難逃的余秉諺早早就開始了逃亡 韓國警方起初將懸賞金額 设為5000萬韓元 終於接到舉報 有人在全羅南道荒野中 發現了一具腐敗的屍體 最後經鑑定是余秉諺 但很快有人提出質疑 兩個月的時間 屍體不可能腐敗得如此之快 懷疑是韓國官方在包庇余秉諺 余秉諺可能還活著 對於韓國官方給出的事故原因 家長們無法釋懷 他們自發組織了調查委員會 委員會經過兩年的證據收集 終於大致搞清楚了 4月號事故的真相 原來在4月號上 不是所有船員都知道船是超載的 因為這種嚴重違規的事情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所以超載的事情 除了船長李俊熙和大副外 沒有人知道 由於4月號比預定出發時間晚了兩個小時 船長李俊熙和大副曾經商量過 是否在夜間加快趕路 但考慮到晚上海面霧氣還未完全散去 他們放棄了夜間趕路的計劃 到了第二天早上 是三副朴寒杰 舵手和輪機長三人在操控船隻 他們三人是不知道超載的情況的 三副朴寒杰航海經驗嚴重不足 而當時船長和大副都在房間休息 海面上天氣狀況良好 所以三副朴寒杰一直在使用自動駕駛 然而到了寒谷水道 水流加大 他改用了手動駕駛 原因是他之前被船長和大副教訓過 寒谷水道水流湍急 這裡要採用手動駕駛 不斷調整航線才安全 然而這卻是朴寒杰兩年以來 第一次獨立駕船 之前至少有船長或大副在旁邊指揮 而這個時候他完全是盲目操作 通過後來AIS系統的航技回放 會發現朴寒杰為了對抗洋流 做出了幾次較大的轉向 然而他並不知道 超載的船隻進行如此大的轉向 是很容易傾覆的 在8點55分的一次左轉時 船隻上部未固定的集裝箱 在慣性的作用下掉落到海中 這就是為什麼幸存者後來聽說到 有一聲巨大的響聲 這是幾十個集裝箱被猛地甩到左邊 撞擊到船的左弦發出的聲音 而之後的打撈也證實了 4月號並未撞擊到海礁或水下物體 而從之後被爆供的船內監控錄像可以看到 船隻在最後一次轉向時 內部裝載的汽車被猛地甩到一邊 而沒有坐過艙壁加強的貨艙 在經過這些汽車的撞擊後 很快就破裂進水 可以看出進水的速度非常快 這就是為什麼4月號 傾覆後下沉特別快的原因 可以說這起事故遲早都是會發生的 之前的船長正是看到了潛在的風險 而一次次投訴 而海運公司卻不理會 因為利益高於一切 這次4月號船長的失職 三副的錯誤操作 加上船體非法改造 嚴重操展和監管部門的不作為 造成了4月號的慘案 而之前網絡上盛傳的血跡 撞擊潛艇等說法並不靠譜 真實的事故原因已經很清晰了 已經不需要所謂的陰謀論就能解釋了 然而隨著4月號的傾覆 即使海水已經湧入船艙了 大部分學生還是遵照 船上廣播的提示留在了房間裡 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沒有打開艙門 只有少部分不聽從指示 爬上船頂或者是跳入水中的學生獲救 為什麼這些學生明知危險還是不逃呢 這就是4月號事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提示 從重心理 從重心理說的是 個人的行為舉止會在大多數人的影響或壓力下 放棄自己的觀點或違背自己的內心 以便讓自己和全體保持一致的現象 有人做過一個試驗 讓一群大學生接受一個視覺判斷的試驗 他們分別進入到一個房間內 這個房間裡有6名偽裝成測試者的人員 桌上有兩張圖 一張圖是一條線X 另一張圖是三條線ABC 測試者被要求說出 X線和ABC中的哪條線長度是一致的 只要是沒有視覺判斷障礙的人 很容易看出X和C線的長度是一致的 但是真實的測試者 總是被安排了最後回答 前面6名偽裝者都會說 X和A線是一樣長的 這樣來測試真實的參與者 是否會有從重心理 最後的試驗結果是 75%的人都有從重心理 也就是聽從了偽裝者們的錯誤判斷 選擇了A線 而只有25%的人堅持了自己的判斷 即正確的答案 這說明 即使心理明明知道正確答案 但面對其他人的選擇時 大部分人仍然會放棄自己的選擇 所以在4月號事件中 那些學生為什麼面對危險還不逃脫 堅持要留在房間裡 正是順從了從重心理 所以說在了解到這些事故的同時 我們也要了解到 如果我們面對危險時 應該怎麼做 從重心理並不是要我們 特立獨行為了不同而不同 而是說在某些問題上 我們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人的認知就是在一次次 不斷的思考中提升的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看出 即使人在面對危機時 想的都是自保 但是還是有一些勇敢的人 會站出來 比如那名叫做 朴智英的女船員 如果能多一些這樣的人 4月號的結局 也許會大有不同 最後就是 我們在面對大自然時 一定要有敬畏心 大自然是美好的 但同時也是冷酷無情的 peace